全球经济情势依旧疲弱 台湾金融严训院院长许家栋坦言 欧元区要有令人满意的成长表现不太可能 另外原大宝华纵经院长梁博源是认为 政府应该协助国内的企业走出代工 以创造自由品牌来提升竞争力 台湾金融严训院长许家栋 原大宝华纵经院长梁国渊 以及台湾经济研究院长洪德轩等人 针对台湾经济情势以及后续发展 一同出席研讨会 大家可以说差不多有十年了 对台湾的经济的表现 我想大家都记得感觉 就是一句话会感到满满满 最近我们似乎就说有一点 好像就说困难匆匆 梁国渊指出国内地际经济成长率 比预期差很多 加上国内PC产业上半年表现不如预期 展望下半年衰退幅度虽然可能减换 但也无法弥补 加上国内在平板以及行动通讯供应链布局不足 对于全年出口表现不利 我们看到的这个电子业这方面 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们事实上是真的被人超越过了 提到振兴经济引领对策 梁国渊拿出韩国政府 全力协助企业塑造品牌为例 认为台湾政府能够循着这股趋势 排除国内产业多走代工 以创立自由品牌提升国际竞争力 Flish 鲁关羽 台北报 中文字幕志愿 了・平坭 中文字幕志愿 他是留下者